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OpenAI执行厂Sam Aukman Check GPT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 西谷乐观主义与长期主义 人工智慧安全与商业冲动 OpenAI治理结构危机 OpenAI和硅谷核心的分歧 Financial Times 在过去的一年里 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ukman 成为了人工智能核心矛盾的化身 在公司推出AI聊天机器人 Check GPT后的狂热之后 这位38岁的企业家 带着硅谷乐观主义的品牌 进行了一次全球巡回演讲 与各国元首会面 推广人工智能的潜力 但与此同时 他也发出了警告 OpenAI希望有朝一日建造的先进 AI系统可能会导致人类灭绝 这种矛盾引起了许多旁观者的疑问 为什么像OpenAI这样的公司 争相成为第一个建造潜在破坏性新技术的公司 过去一周 这种矛盾也在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被解雇后 再次被解雇后 OpenAI的人工威胁要集体离职 OpenAI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陷入了危机 将Open解雇的四名OpenAI董事会成员 没有解释具体原因 只是说他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没有一贯坦诚 但是由于奥特曼的雄心将OpenAI打造成 硅谷下一个科技巨头的愿望与公司的创始使命 以安全为先发生冲突 公司内部的紧张局势已经积聚了一段时间 周二晚上 奥特曼的副职减轻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 至少暂时如此 董事会的改组引入了更有经验的人物 如Twitter的前主席Brad Taylor和前美国财政部长 拉里 萨莫斯 公司的经营方式正在考虑进行改变 但是目前还没有定论 现在虽然Open再次负责 但被剥夺了董事会席位 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OpenAI成立时 是一个致力于为全人类建造安全AI的研究公司 但是最近几天的剧情表明 它未能应对其自身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成功 这也使得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公司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危机 这对于其他试图平衡 AI安全和追求利润的尝试几乎没有影响 还是这是对整个行业的更广泛分歧的一撇 对其未来和我们的未来都有严重影响 当OpenAI成立时 它的创始人意识到商业冲动可能会导致灾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斯图尔特·拉塞尔说 现在他们自己也屈服于商业冲动 信仰的冲突 OpenAI的巨变凸显了硅谷两种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两种信仰在所谓的生成 AI使ChatGPT能够产生创造性内容的技术 成为该行业多年来最有前途的新技术之一时 变得突出起来 一种是在加利福尼亚北部扎芬的乐观主义技术资本主义品牌 这种观点认为 只要投入大量风险资本和超出寻常的雄心 任何具有足够颠覆性的想法都可以征服世界 或者至少推翻一些沉睡的商业巨头 定义与背景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的英雄是Sam Altman OpenAI的执行厂 一个在人工智慧领域中的现代魔术师 他用他的魔法棒 也就是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施展魅力 ChatGPT这个AI聊天机器人 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人 它是一个能写诗解代数 甚至能帮你搞定第一次约会的超级助手 但是就像所有的魔法故事一样 这里也有一个转折 Sam带着西谷的乐观主义 一种信念 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创新和风险投资 任何问题都能被解决 这种乐观主义是西谷的核心 它推动了无数的创新和科技巨头的诞生 然而 Sam也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他担心他的AI魔法棒可能会变成一把双刃剑 不仅可能带来惊人的进步 也可能引发人类的末日 这种矛盾不仅仅是Sam个人的挣扎 它也反映了整个人工智慧行业的核心分歧 一方面 我们有商业冲动 推动着公司像开着跑车一样飞速前进 希望成为市场上的冠军 另一方面 我们有关于AI安全的担忧 这就像是一个在车上的刹车系统 不断提醒我们要小心驾驶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故事中 OpenAI的治理结构危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剧情点 这家公司 原本是以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研究机构开始的 但随着它的AI技术变得越来越强大 它的治理结构也开始显露出裂痕 这个危机不仅仅是关于人物之间的冲突 它也是关于未来的定义 是继续沿着商业的道路快马加鞭 还是要停下来 确保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创造而毁灭自己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但在AI的时代 它变得更加迫切 SAN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科技的世界里 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追求进步 我们需要有一种平衡 一种能够在创新和责任之间 找到中间点的智慧 这是一种不仅仅关心今天的问题 也关心明天 甚至是后天的问题的智慧 OpenAI的治理结构危机是一个警钟 提醒我们所有人 无论是在西谷的高科技公司 还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 我们都需要对我们的创造负责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AI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关于我们如何选择与我们的创造共存的故事 最终 SAN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OpenAI的未来 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都还在书写中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我们需要既有智慧 又有幽默感的领导者 来引导我们 通过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时代 SAN和他的AI聊天机器人 或许正是我们需要的英雄 人物与事件 在这个数位繁星闪耀的时代 Sam Altman这位OpenAI的舵手 以他的AI聊天机器人 ChatGPT为航标 带领我们航向未知的知识海洋 这个聊天机器人不仅聪明过人 还能用文字编织出 比万花筒还要缤纷的世界 但是 就像所有好莱坞大片一样 这里也有一个情节扭转 首先 我们得聊聊 西谷乐观主义 这可不是普通的乐观 这是那种我们能用科技解决 一切问题级别的乐观 Sam Altman和他的OpenAI团队 正是这种精神的化身 他们相信 AI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大跃进 但这种乐观主义 不仅仅是信心满满地跳进未知水域 还得有足够的智慧 来识别可能潜伏的危险生物 然后是长期主义 这是一种将来世代福祉 放在眼前利益之上的思维方式 这就像是在AI的世界里种下一棵树 希望他能给未来的人们提供阴凉 而不是只想着怎么从树上摘果子卖钱 Sam Altman不仅想要创造出一个智能的聊天伴侣 他还想确保这个伴侣不会在未来某一天 突然决定成为人类的新主人 这就引出了人工智慧安全与商业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 OpenAI要保持在AI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这意味着要快速大胆地创新 另一方面 他们也得确保这些新创造的智能生命 不会在某个一天把人类变成他们的下午茶小点心 然而 就在这个故事达到高潮的时候 OpenAI的治理结构危机像一块突如其来的冰山 让这艘高速行驶的铁达尼号不得不紧急转舵 有人说这是因为SAN的商业冲动和公司的安全使命之间的冲突 毕竟当你的目标是建造一个能够自主思考的机器时 你得小心它不要开始思考如何成为新的船长 这场危机不只是一场关于人与机器的戏剧性对决 它还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如何在追求突破性创新的同时 保持对这些创新的负责任态度 OpenAI的治理结构 原本设计来确保AI的安全和道德使用 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需要升级的旧版操作系统 在这个故事中 SAN Altman扮演着一位现代智者的角色 他不仅要引领公司走向成功 还要确保这个成功不会变成一场灾难 他的挑战是如何在西谷的乐观主义和长期主义之间 找到一条中庸之路 最终 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没有写好 OpenAI的命运 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悬而未决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个故事提醒了我们 在这个由代码和算法主导的新世界中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创新 还有深思熟虑的决策和对未来负责的勇气 所以让我们为SAN Altman和OpenAI的团队加油 期待他们能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 找到人类和机器和谐共处的秘诀 毕竟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我们的AI创造可能会决定 他们更喜欢独自一人享受这个星球 而不是与我们分享 影响 在人工智慧的奇幻世界里 SAN Altman这位OpenAI的魔法师 用他的AI魔杖 ChatGPT让文字跳舞 知识飞翔 这位直航长 不仅是个技术天才 也是个爱好冒险的梦想家 他的梦想是用ChatGPT来改变世界 就像科幻小说中的超级英雄一般 西谷 这个梦想家的乐园 是乐观主义的温床 这里的人们相信 只要有足够的创新精神 和一点点疯狂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SAN和他的团队 以这种乐观主义为燃料 推动ChatGPT成为智慧对话的先驱 但是 就像所有大力士一样 SAN也有他的阿卡留斯这种 长期主义 这种思想派别 不是那么容易满足 他不仅关心今天的成功 更关心这些成功 对未来的影响 长期主义者们紧盯着AI的每一步 担心 如果不加以控制 这个智慧的孩子 可能会长大成为一个无法驯服的巨兽 在追求AI的无限潜力的同时 SAN和他的团队 也必须与那个总是潜伏在暗处的大怪兽 商业冲动 做斗争 这个怪兽是个贪婪的生物 总是想要更快 更多 更大的成果 而不管这些成果是否安全或者道德 这场斗争在OpenAI的治理结构中达到了高潮 这个结构原本是设计来确保 AI发展的道德和安全的 但当商业冲动和安全之间的拉扯达到一个临界点时 这个结构就开始摇摇欲坠 就在这个时候 一场内部风暴在OpenAI中爆发了 一些人认为SAN的领导方式太过于偏向商业成功 而忽视了长期主义者们所关心的AI安全问题 这场争议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公司的内部事务 它触及了整个科技界如何平衡创新和责任的更大问题 SAN的故事并没有简单的结局 OpenAI的治理结构危机 就像是一个警钟提醒着整个科技界 我们不能让商业的热情蒙蔽了对未来的责任 影响吗 它远远超出了OpenAI的办公室 这场危机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 我们如何确保这些进步不会给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伦理 甚至我们的生存带来风险 SAN和OpenAI的故事是一个提醒 告诉我们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谨慎 以及一个更加坚固的治理结构 来引导我们穿越未知的水域 总之 SAN Altman的探险仍在继续 Track GPT的魔法仍在施展 而西谷的乐观主义 与长期主义之间的舞蹈 也越来越激烈 这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人工智慧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 如何与我们的创造共处的故事 让我们希望 在这个故事中 智慧和幽默 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南心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 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 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 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谢谢